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演义无所有的时候 当时和平给谈键盘 真是 那今天是原来流程了 21年了 而且我发现你看我们那么多加编 你是第一个戴着帽子上电视的 所以我们灯光师得特殊照顾一下 我故意的 回家时候不戴 出门时候戴 这属于出门 好多年前你看你都不戴 我也记得他好多年前的一个形象 我觉得咱们今天这话头就可以从这个开始 他们找到一段 就是1986年那次 这个被认为是你初次登台登大台 而且一无所有 哎呀我觉得就是从那个时候 其实是他就进入了我的心 年轻人是会认为是你初次登台的 啊 刚才看的时候 崔健一直拒绝看 别看了 是不是那个时候说一条裤腿长 一条裤腿短 你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觉得挺丑的那种感觉 没注意 当时我也没有意识到 但是从那个时候 一般就认为 那个就是中国摇滚乐的开头 对 中国摇滚乐应该说 这一刻 当然之前肯定有个酝酿的过程 这都不谈了 但是这一刻是正是在公开场合 这么大场合 第一次出 那就是从这开始 所以就过了这么多年 其实我是个外行了 所以但是我就注意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曾经说 那个时候 好像你对摇滚 是有一个感觉 比如说是跟直觉有关 跟本能有关 是一种这种 好像是天赋才华的某种表现 但是后来说到今天 你对当年的这个认识有很多改变 是吗 我今天说我会觉得摇滚乐在很大的层面上 它是一个商业概念 商业 对 摇滚乐要是没有一种商业的一种现象的话 实际上摇滚乐 他也失去了他的美丽 所谓他的商业现象 就是他的互动 他与观众的互动 他的表现精神实际上就是简单 因为他是一种声音 我曾经也说过摇滚乐就是一个直接 直觉 就是三大剑 你就从音乐上讲 就是三大吉特贝斯鼓 然后是失真 吉特一变小失真 要不失真的话 好像他就是一个流行音乐 吉特一失真了 就是摇滚乐 形成那种巨大的那种声响效果 就是很多的 就很大的一个音色 音色效果 功率越大 这是肯定的 所以说 但是你要现在 说起来的一些 从创造上说起一些摇滚精神 摇滚精神的话 实际上他完全可以用其他的艺术 其他的艺术 去作为一种补充 或者是作为一种替代 他一样也有 像绘画 像电影 只要是他们打破传统 只要他们在不断的质疑 不断的去怀疑现实 通过这种怀疑表现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你也可以说这就是摇滚 要谈摇滚精神 可能追溯起来 那可能就不是说 比如说摇滚越说 从美国的五十年代 引发了英国的摇滚越的产生 这追溯起来四五十年历史 要追求精神 可能那就是上千年就都可以追溯了 人类很早的时候 摇滚精神早就有了 也就是社会一旦出了问题 人本能他都会要对社会的问题 提出质疑 提出批判 提出他甚至做这种反叛反抗行为 就像我曾经问个不休 这一句话 他把中国中国人几千年的一直压在心头的 对自我也好 对个性等等这样的都浓缩在这一个词里边 把人们一下换起来了 但是你比如说我也听见有的评论讲 一般往往讲就说 那个时候摇滚越是中国的什么辉煌时代 然后到今天呢 感觉是摇滚音乐 有点这个怎么消沉下来了 我觉得摇滚越从从国外引进 就是这个落地到中国应该是这么一个横空出世的一个概念 一个一种状态 它不是从那个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 中国本身的土壤 从那个音乐形式上来讲 他们没有做好准备接受 对他讲的是中国 他是讲那些对对对 但是在国外在国外他有一定的基础 对我觉得在在中国 它是一个横空出世 然后降落到地上 然后最后要进到地下 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 现在目前这个这个这个阶段正好是在 从地下开始 在在在在在在这个在形成一种营养 然后再逐渐逐渐渐升上 这个时候再起来 它我这才是自然的 当然当然我们不能够去去一个总是以它茁壮成长 或者说整这种这种这个形象去要求它 因为摇滚音乐可能它就它就是一个像是个跳高运动和跳耳运动区别是 跳高运动永远以失败高中 永远以极限 对完了以后就尝试极限完了不行了 但是这个结果并不能说明它是失败 不像跳脚跳哪是哪 我觉得摇滚音乐永远要要要要要 要把这个这个这个社会作为一个高度 完了永远的要找他的问题 永远要去跨越他 永远要超越他自己所谓的理性的极限 如果摇滚音乐停止了这种超越的话 那就是那就是那就是真正的变成了像我刚才说的 它只是一种商业概念 所以说这个商业对于摇滚音乐来说是有毒的吗 现在目前来说实际上说摇滚音乐进入商业的状态 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在让它扩大它的娱乐性 因为摇滚音乐本身是一种娱乐 不能够怀疑一个有娱乐性的摇滚音乐 是一种好像是变质的 所以因为当时比特斯和那个 甚至包括像Bob Dylan 当时实际上都有很强的娱乐性 特别是在猫王出现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摇滚音乐它至今不衰 或者它到它一定的时候就回潮一段时间 每隔十年就会回潮一次 很多人都说过摇滚音乐快过去了 但是到至今没有过去 而且老的业绩可能更有价值 更能够闪现出来它当时创造的这种魅力 到至今还能够影响很多的年轻人 这说明什么 说明摇滚音乐它的包容性 是超过了很多人可以想象的 它里边有愤怒 有性 有反传统 有爱情 也有甚至也有一些寻规导具的东西 也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 它都能包容 所谓的技术性的东西 你能够在里边听到技术 你能够在里边听到力量 你能够听到反叛 甚至能够听到这种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对未来的想法 甚至电子音乐电子摇滚也出现了 爵士摇滚都有 对 但是为什么比如说你现在出去演出 我看你就是也说过 就是大家好像呼着喊着 还是要唱那个唱了几千百遍的 那个一无所有 但是你的这个新歌呢 反倒是现场观众感觉反映的 不是那么热烈 这个东西心里拧巴不拧巴 我觉得这跟市场有关系 因为中国才是个大 它是一个人口大国 它是摇滚乐的市场 也相对而大 但再怎么被传统 这个意识 或者被现有的文化体制去限制 它实际上 它还是有很大的市场 就你一个人说句话 一招先吃遍天在中国是最准确的 因为中国人多 你说这一无所有到今天还吃呢 我可以这么说 我再用十年 我让每一个人喜欢摇滚乐 就只听一遍摇滚乐的话 我梗都完成不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种东西肯定是 是一个市场给你左右的 因为你看我们在哪 甚至我们在北京演出 还有底级 还有人喊 一无所有 因为他爸爸听过一无所有 他说你要听他演出 或者说我给你钱 你应该听这首歌 你爸爸我喜欢 他可能他又一茬的观众就起来了 要求听这首歌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市场概念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更多的想展示的东西 是一种 是一种我们昨天写出来的东西 前天写出来的东西 最新写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真是 其实反倒一遍一遍的唱同一首歌 对于你们来讲是容易的 这真的你做出新的来 反倒是更难的一个进步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因为过去听说过一个老说法 就是说这个种族是不是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人的性格 你像我也看过外国那种什么 武德斯托克什么音乐节的那种场面 你觉得他好像是 就是一些西方民族的人 他血液里有这么一种 特别爆棚的东西 所以过去一直有时候中国人的性格 从根本上讲 能不能生长出摇滚乐呢 我们看到非洲是个什么国家 首先说音乐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像绘画有点线面 这个点线面刚好对应于音乐 是什么呢 就是节奏旋律和声 点刚好对奏的是节奏 旋律正好刚好对的是线 和声刚好对应的这面 你这个礼貌有意思 那么这个点就是比如说 它是也就像我们讲的 我们看到非洲是什么样的特点 它是有节奏为主 旋律为辅没有和声 因为它是更原始性的 中国刚好是什么呢 是旋律为主 节奏为辅 也是没有和声 我讲的是过去 那么我们再看欧洲的 基本是节奏旋律和声 他们都是非常平衡的 那么这个三个其实就代表了 他们的一个每一个民族 他们的整个 他们的社会发展的 这样运程 他们的这个进步的这个程度 就刚才谈到这个 人们听什么东西 做出什么反应 就让中国人更多的人 可以说什么对音乐 对他们是最重要 就是旋律是最为重要 你说给说中国人 很多13亿人说 你更多的人说 他听节奏没有旋律的东西 他恐怕不是很多人能接受 你给他听 很宿布教堂的和声 和声的东西 他也听不懂 是吧 更能打动他们 能让他们落泪 什么激动 更都是旋律 非洲人 你发现他们是一定要节奏 离节奏他们没法做 对 比如中国过去旋律 你就听上 一个单旋律 戏曲 音乐都是 当然那个里 其他都可以 不要 是吧 但西方他不可能这样 非洲人他也不是这样 所以他就是说 他本来应该具有的几个元素 那么他可能是 由于特定的社会发展 他摒弃了一些 不需要一些东西 可能就更彰显了某些东西 形成了我们这样一种审美 所以就当有些东西 新的元素来出来 他都没有反应 就像我们一看外国人 一有节奏 他马上身体就自然就冻下来 我们这全是很志在的 这样 因为他过去 就像这个营养 他没给的这个东西 那现在新的一代人就不是了 现在他的音乐 到他那都是中国人 那可是为什么不是这样 那就可见新的一代 开始由于有新的音乐出现 那么带来了很多 这样营养的一种补充 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蜕变 这些东西慢慢就等于说 再过十年 五十年 二十年之后 可能那时候我刚才讲的一个元素 就是说 因为现在我们大开世界了 听东西越来越多了 这些元素就像营养一样 越来越补充了 所以听合成也敏感 听节奏都没有 音乐更立体性了 那这个民族整个机体就不一样了 对 所以你看你们两个 所以他不是先天的 首先他不是先天 就是这个民族 就是说这个民族没有具备这个能力 并不是这个否定的 他是具备的 而没有开启它 没有激活它 具备这个钱 没有激活这种能力 而导致我们这样一种感觉 我是不是这么认为 对 那像你们两位都是音乐家 我现在觉得 有的时候会不会 经常会遇到这么一种选择 或者犹豫 就是说 比如说你做的这个新的唱片 新的音乐 我就看到好像你自己也说 更重视技术方面的很多东西 也就是说 就过去像毛主席 什么延安文一座台会 说为什么人的问题 对 这是不是说 当然了 就比如说我这个画家画的画 给支音看 我这个音乐家 只有内行 只有这个一个音乐圈子的人 他能听得出来 你这个里边的这个绝技 绝活 或者说你的这个新的进展 但是呢 另外一个是 你比如现场演出 你面对大多数人 那么他们可能要的呢 更是一种热情 互动 这种你得让我嗨 这种东西 甚至是老歌一遍又一遍的唱 对 那么具体到你们这个干活的 会不会有这种犹豫 我到底选择哪一条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感动自己 我觉得作为音乐家最大的动力 我就想可能有两种 一种就是市场动力 还有一种动力 就是你内心的动力 这个是对的 对 所以你要是看市场的话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多人在做 所以你要是想 想真的让自己那种 喜欢自己 而并不是以一种生活方式为一种 作为自己做艺术的一个主要支撑的话 而是以所谓的生活方式 就是以 比如说你要买房子 买别墅 买好车 要供这些东西 像这种 像这种 对我来说 它是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 还有一种有一个创造方式 创造方式 创造方式包括这思想方式 包括你对社会的认识 的一种一种一种态度 对你生活的这种 方方面面的一种一种角度 这时候给你带来的自然的那种思考 从这种思考是是无时不刻的 就是你你打发今天这次谈话 然后 所有的反应都可以带来一种思考 就这种思考 你逐渐逐渐积累出了你的自己的创造方式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Zither Harp 你都不要留待着你 你都不恨他 你都不恨你 你默默地说 但是你想也有的人会评论 就好比说你在桶子楼里住了十几年 说那个时候 桶子楼不对 那都是糊 也有 我要是哭穷 也属于桩 也属于桩 没有桶子楼的概念是什么 桶子楼的概念是 是没有私人卫生间 没有私人水房 是这种概念 香港那叫唐楼 我们自己也有房子 只不过就是 有一些自己的个人的爱好 愿意住在什么地方 并不是说我们没有钱买 也不能装寒酸 我觉得应该是 我们确实不是像其他的 经常在比较活跃的一些艺人 那样的 因为他们确实有 如果他们有了一些收入的话 我觉得他们也挺辛苦 他们确实应该把收入体现在什么样的地方 这也是很自然的 我们没有什么收入 并不是我们没有这种追求 但我们确实没有这种压力 而且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摇滚乐 就像当年的长征一样 说你要是过早的把它公司化 实际上就是在增加成本 你过早的买一些别墅 往里去做越贡的话 你就会觉得你自己的压力 比那个时候压力要大 我觉得毛泽东当时的 给我们带来的 就是他这个战略方针 就是实际上是非常 他也没有学过什么 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减低成本 减低成本 往来以后集中力量 打有把握的地方 哎呦 你这个说的跟跟跟那个阿诚老师 阿老说的一样 他就说呀 他说他说的我很有体会 就说这个谋生啊 挣钱这事啊 其实是个自觉陷阱的事 就是说啊 你别把自己的生活一下子搞得那么高 你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太高了呢 你失去的自由就越多 因为你得维持你的这个高生活呀 对 所以这是有远见的 对 我觉得是顺其自然的 我觉得主流的生活方式 不应该过多的去影响 就很多的 你的人格特别脆弱的时候 你很容易被别人的主流生活方式所影响 没错 所以你自己你自己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 但是日子过好了 对搞摇滚到底是一个什么作用 这个好 这个好的概念是什么 就关键是要定这个概念 是 你比如说我还想起就当年那个皮头市 有新闻发布会上就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说你们原来都是出身贫鉴 地下乐队 对吧 那个时候你们跟人的心跳在一起 但是现在你们都住上别墅了 都住上豪宅了 这东西你们会不会脱离了你们的广大乐迷 我记得当时是John Lennon就讲 他说我们倒感觉不到 我们觉得生活富足一些 我们有了更好的音乐器材 我们可以写出 做出我们更想做的一些效果 他是这么回答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觉得 江大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和我们处的时代不一样 所以说很多人去把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 去混为这种西方的主流生活环境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不准确 或者说非常不准确 因为中国的政治环境 生活环境 经济环境 文化环境都不一样 所以中国 我觉得当年你再仔细看看那个当年的长征 毛泽东没有学过这个 没有学过任何的军事 也没上过什么学校 但是他真正的看准的是中国这种文化 这种文化条件军事条件 所以他所采取的东西都不是从课板搬出来的 而且他能够准确的去对症下药 所以这点来说我觉得 所以说我更愿意比较中国的摇滚 就像当年的这种井冈山以前的中国的革命 还真是 这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千万不要去乱比 乱比的话 你就会犯什么样的错误 就会犯像当时汪明 或者像李德那样的错误 偏要给人打正规战 没错 给自己打赔了为止 对 最近我觉得有时候工作上拧巴了 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 有点用 我就看毛主席写当年我们的战略和战术 你想他在那个时候 他这个人太惊了 就是他能看得出来 他第一个现在国民党非常强大 但是中国又是一个半殖民间半封建 严重发展不平衡的国家 因为他不平衡 所以我们有得胜的可能 因为他现在强大 所以我们可以持久战 可以迂回战运动战 腹地是很广阔的 我觉得这人真是有点像崔剑了 对讲说 你영古的真有师傅 太好了 这样在心中太爱 几辈走 鱼铁弹枪 几辈走 鱼铁 than 雄伯伪悟 之恩